欸 大家好 我是老蔡 嗨 大家好 我是黑源 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講一下那些被你扯後腿的水族用品 我相信很多朝友們的第一顆圓筒 都是小型的圓筒 像是一燈501 七星的703 E四達的迷你圓筒 那這一類入門圓筒 它入手價低啦 像是國產的703來說 現在一顆600多就可以入手 那在今年原物價還沒有飆升以前 更低 這麼一顆物美價廉的圓筒會有什麼問題呢? 有 還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這一類圓筒 請容許我用這一類來形容 因為這顆圓筒還蠻多包裝的 有一種組裝方式呢 是建議可以外掛在魚缸壁上 那這種方式呢 就非常的悲劇喔 那悲劇在哪呢? 我們先從圓筒本身的運作方式來說起 圓筒是透過馬達抽水 讓水經過桶生裡面的濾材 一層一層的過濾 然後再回到魚缸裡面 那個水路呢 通常是由下往上跑的 除非呢 馬達是設計在外面的圓筒 樣是無味啊 跟一耳的 否則啊 其他9乘5以上的圓筒啊 馬達都設計在上蓋中 當你將一個馬達在上蓋的圓筒 掛在魚缸壁使用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的水位啊 連圓筒的上蓋都淹不過去啊 尤其是台灣我們家地震很頻繁嘛 很多朝友們呢 家裡的鋼子啊 頂多水只有裝8分滿 那你圓筒掛在鋼壁邊 你那個水位高度啊 甚至連馬達軸心扇葉的最底端都碰不到啊 那就等於是那個馬達整個裸露在空氣中啊 這樣怎麼可能會正常運轉啊? 就算你真的轉了 也會在雨林館那邊啊 不斷的出現氣泡啊 軸心扇葉有很大一部分呢 在空氣中轉動 你就會聽到很明顯的運轉聲 要卡卡卡卡卡卡 那這就是為什麼啊 很多朝友會覺得自己圓筒很吵的一大組音呢 因此我們要記得喔 千萬千萬不要把圓筒掛著使用 那如果你要這樣用呢 前提就表示你很了解 而且清楚要怎麼排除你會遇到的問題 那再來啊 圓筒還需要保持跟魚缸有一定的高低差 高低差不夠啊 除了啟動容易有問題以外 也很容易造成機器喔 至於要多少高低差會比較適合呢 那就要看你是用哪顆圓筒了 所以你要入手以前 你要先了解這個圓筒的陽層有多少 大家都知道打氣機要裝紫逆法喔 但是紫逆法也是有分的喔 它有分二氧化碳用跟兩用的 通常我們打氣都是用兩用的這一種 像是我們賣的MAX跟聯特這兩款 就很適合打氣機使用 當你裝上紫逆法呢 你就會被吃掉一部分的出氣量 挑打氣機型號的時候呢 要把這一點也考量進去喔 如果你覺得麻煩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挑好以後呢 請我們幫你看一下就好 如果不想裝紫逆法也沒有關係喔 你就把打氣機啊 放在比魚缸還要高的地方就可以了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下 打氣機是放在魚缸的 外面來操作的喔 我們已經遇到好幾個客人 把打氣機放在 雲缸裡面 這幾年啊 隨著觀念的推廣 大家對於清洗底沙 有著更明確的認識喔 不過我發現啊 有些客人實在太追求完美了 這裡有一個魚大便 大便在飄 有啦你看 它飄起來了 瞎大便 眼裡容不下一粒沙 覺得有一點黑黑的 就是便便 髒髒的 我的魚快被便便淹死了 並不是 那只是粉塵 每桌瘋狂的清底沙 會把裡面的消化菌也洗掉 然後黑土啊 本身也會越洗越巧克喔 每次清洗呢 其實也是在消耗底沙的壽命 記住喔 水至清無魚 並不是洗得乾乾淨淨就很好喔 補充一點啊 我們賣的黑土呢 使用以前都不需要清洗 黑土啊只會越洗越髒 正確的黑土開缸方式啊 可以看我們以往的教學影片 按照步驟來操作呢 你會發現對那黑土開缸一點都不髒啊 我相信這是很多潮友 他一定有的好夥伴啊 隔離合啊 不管是關兇惡的強勢魚啊 還是懷孕的孔雀媽媽啊 還是不想養的魚啊 不管哪一種啊 你都一定用得到喔 原本傳統的隔離合啊 都是設計放在魚缸的內部喔 約8年前的時候啊 日本的Sudo 他們就有設計出一款 利用打氣機啊 帶動水流的外掛隔離合 從此啊 就開啟了新一波的隔離合蜂草喔 那這邊我們不討論喔 各個隔離合不同的差異性喔 著重的是打氣機帶動水流喔 這件事情 那潮友我們呢 要選購隔離合以前啊 要先看清楚 要買的是哪一種 你是要放在魚缸裡面的啊 還是要放在魚缸外面的喔 那如果是放在魚缸裡面的 優點呢 就是這個非常的便宜 而且不需要額外的設備啊 像是我們賣的最便宜的喔 一組只要50元的硬幣就有找喔 那缺點啊 它就是 比較佔據魚缸空間啊 然後有時候 水星逆流的時候啊 會卡死魚 那放魚缸外面的喔 優點就是 不佔魚缸內部的空間 你就等於 額外 你又多了一個魚缸出來這樣 而且它需要搭配打氣機的運轉喔 可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 跟促進水流的循環喔 真的是一個很 化石帶 很不錯的東西 那我就有看過啊 草友在缸子旁邊啊 它架滿了整整一排的隔離盒喔 我都不禁為它的玻璃啊 還有它的地板喔 感到擔心的 那這個缺點啊 就是說 你需要有額外的打氣機配合啊 跟它的單價會比較高喔 好 那這樣問題就來了 外掛的隔離盒啊 要跟打氣機一起配合使用嗎 那如果你的打氣機的出氣量不夠喔 那你就GG了啊 那相信很多草友們喔 都有遇過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我的水打不出來啊 為什麼我的水流這麼小啊 不是 都是因為打氣機的出氣量不夠 造成的喔 那要記得喔 要挑選這種外掛式的隔離盒喔 打氣機的出氣量就一定要有足夠啦 那你最少也要挑那種雙孔的 因為雙孔的它都有一個基礎的除氣量 那你越大的隔離盒呢 就需要越大的打氣機去推動它 那如果大家在挑選的時候喔 不是很確定 記得要問一下喔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喔 大家有沒有用過什麼用品啊 是你覺得說 哎呀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麼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今天我們準備了一組天賞的30公分的燈具喔 要來贈送給大家喔 我們從底下有留言跟訂閱的潮友們裡面抽喔 抽一位 那我是黑元 希望大家今天一樣有滿滿的收穫喔 AC潮影水族 我們下次見 多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選擇 點鹸 就是 其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最大的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